人到中年为什么婚姻越过越冷清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结婚了 我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不再相信爱情能永垂不朽 看惯了身边那些已经结婚的夫妻分分合合 细想起来结婚也不过如此 那些曾说着非对方不嫁 非对方不娶的夫妻 等到结婚之后却变得越来越冷漠 直至分道扬镳一拍两散 特别是人到中年 过了十几年的彩米油盐琐碎生活 就开始觉得婚姻太没意思太无聊了 其实出现这个情况 不是彼此之间没有感情了 而是不够重视对方 对于对方的付出也变得习以为常 理所应当 自己也变得不再珍惜和付出 所以婚姻生活才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 其实任何婚姻越过越冷清都是有原因的 不惜你看看下面这三点 一 婚后越来越务实 浪漫越来越少 没结婚之前你一口一个我爱你 来表达对对方的爱 恨不得和对方二十四小时腻歪在一起 隔三差五就下馆子大吃一顿 情人节或者生日都会为对方精心存备一份礼物 而且礼物越归越好 婚后一切都变得很现实 你变得斤斤计较 一切向前看 三句话不离房贷 车贷 水电费 每次情人节你觉得买树花都是败家 更别说没事就下馆子吃大餐了 生活中的一切都开始变得务实 点点滴滴都在为钱让路 再深的感情也扛不住这么磨 婚后越来越不珍惜 关心越来越少 婚前你舍不得对方做任何家务 恨不得把他捧在手心里 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全部 一切都围绕着对方钻 觉得对方做什么都是好的 都很珍惜 婚后一切都变得理所应当 毫不珍惜 你下班回家发现 他瘫在沙发上 家里也乱七八糟没收拾 忍不住发火 你下班这么早 我回家连狗饭都吃不上 要你有什么用 他委屈的说 凭什么美食都是我做饭 我工作也很辛苦 其实你不知道 他也是刚下班 只不过比你早到家五分钟 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回而已 夫妻两人在一起久了 就会把对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慢慢忘记了感恩 习惯了索取 忘记了回报 彼此之间沟通也越来越少 日子就只剩下 日复一日冰冷的沉默 这婚姻过程还有什么劲 三 婚前你聋我聋 婚后你聋我聋 彼此之间缺乏沟通 是感情冷淡的开始 一个不问一个不说 再相爱的夫妻 也会找不到共同欲言 再生的感情也经不起这样折磨 婚姻里没少一份沟通 就多一份冷漠 当冷漠变成婚姻的常态 这段感情也差不多到头了 结婚之前 我们看对方的时候 眼里都是爱 结婚之后 我们看对方的时候 眼里都是刺 可婚姻本就是一个 暴露缺点和包容缺点的过程 婚姻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都带着瑕疵生活 你接受不了我最差的一面 就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 婚姻中 女人要懂得相守 男人要懂得感恩 只有两个人互相欣赏的人 才能相看两不宴 不忘初心 只守相爱百年 对方的一面 对方的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